养了25年的儿子 一夜间变成了女人 会是什么感受 画面中 男子穿着超短裙 苗眉画眼 在父母面前扭动着火辣的腰肢 他的赵剑 妩媚比女孩子还诱惑 但老父亲却看得怒火中烧 一口气差点没倒上来 下一秒 老赵冲进儿子的房间内 将面前的裙子 胸罩丝袜撕个粉碎 口中还怒吃道 说几眼了 对着赵姐就是一顿输出 然而一旁的儿子 仿佛早就司空见惯了 他忍着疼 一点反抗也没有 其实父亲不知道 私下里他还有另一种人生 这是赵剑手机里存的视频 画上眼影 涂上口红 戴上帽子后 他就是一个妥妥的大美人 一颦一笑 举手投足 净显妖娆 为了让自己更像女人 他每天还会来到舞蹈室 跟大伙一起跳舞练功 激情澎湃的音乐中 赵剑永远是最亮眼的那个 就连朋友们都表示 那种味道 只有他能跳得出来 每当所有人离开后 他又忍着痛 独自坐上了吊环 这是一个极其讲究平衡的技术 相传 古代赵飞燕能在掌中起舞 靠的就是这个绝活 虽然赵剑不敢自比 清国清城的一代大美人 但他坚信 能活出个样来 让身边的人刮目相看 吃个鸡 老赵是个本分人 对于儿子的选择 一万个不支持 在他看来 男子汉就该堂堂正正 靠力气吃饭 描眉画眼 腰里腰起 那都是不正经的人做的 更别提一个大老爷们 天天躲在屋子里 穿些下流衣服 搜手弄姿了 一气之下 赵剑离开了家 带着自己的宝贝衣服 回到了出租屋 这里是他秘密的花园 吊篮软床 英俱全 装扮得好像女孩子的房间 墙上还有赵剑最喜欢的写真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个大美妞呢 面对镜头 赵剑拿出手机 自顾自的唱了起来 漂亮上来后满天 秋儿我送你去月房 你怎么还仔细在写真的东西 老中心的老子看到就是毛主 养了25年的儿子 一夜间变成了女人会是什么感受 画面中男子穿着超短裙 描眉化言 在父母面前扭动着火辣的腰臀 他叫赵剑 一颦一笑比女孩子还妩媚 就在刚刚 他展示了自己的绝活 悠扬的嗓音 高超的技术 一点不亚于专业的歌手 你 你怎么不唱歌而去跳舞了 面对记者的不理解 赵剑苦笑道 原来当初 他曾立志做一名歌手 像李玉刚周深那样 用反串 在舞台上有一番作为 可谁料父亲却粗暴的毁了自己的梦想 男子和大丈夫唱什么女儿歌 也不嫌给祖宗丢人 彼时 赵家的母亲刚刚和父亲离婚 独自一人的他 因为幼小 只能将一枪不干 或者泪水咽进肚子里 他也曾按照父亲的路努力过 可总觉得差点什么 直到那天 在朋友那里 偶然看到了一顶假发 他小心翼翼的戴了上去 瞬间找回了自信 回家后 那种全身颤抖的感觉 令他欣喜不已 再后来 赵建开始购买短裙丝袜 口红的物品 深夜里悄悄打扮自己 站在镜子前 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渐渐的 他迷恋上了自己 更想让全世界欣赏自己的风采 面对镜头 赵建坦言 每当自己农状验抹后 童年时期 失去的母爱 父爱 就会迅速得到填补 这身华丽妖艳的装扮 其实就是他保护自己的一层壳 只有透过假发 将自己遮盖得严严实实 他才敢在人前 无所畏惧的炫耀自己的舞姿 为了让男人走出心里的阴影 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不料赵建坚一口答应了 养了25年的儿子 一夜间变成了女人 会是什么感受 画面中男子穿着超短裙 描眉画眼 在父母面前扭动了火辣的腰枝 他叫赵建 妩媚比女孩子还诱惑 这天父亲正在看电视 突然卧室的门开了 只见一身妖娆的身影来到面前 抬头一看 原来是宝贝儿子赵建 此刻的他二话不说 就扭动起身体来 粉色的超短裙搭配一头绣发 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然而对面的老赵却依旧铁青的脸 哪怕继母在一旁再三劝阻 还一直没能改变父亲的态度 就这样赵建失败了 他再一次被训斥以通 赶出了家门 原来这是记者的一次大胆提议 既然父亲一直反对 与其偷偷摸摸 还不如当着他的面 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一次赵建鼓起勇气 在父母面前展示了最真实的自己 虽然没有成功 但他无怨无悔 晚上他盛装出席了某活动 按照要求提前打扮成了香飞的样子 这些年他早对化妆烂熟于心 甚至还琢磨出了不少秘诀 如何调配眼影 怎样搭配 看起来更妩媚 当他手拿话筒出现在台上时 台下的嘉宾纷纷鼓起掌揽 好美 这简直就是香飞本飞 随着音乐响起 赵建悠扬的唱起了 环珠格格中经典的曲目 当晚他的魅力得服了上百观众 甚至有人掏出手机 录下了这魅惑的瞬间 然而对于此刻的赵建而言 最大的心愿 还是父亲的认可 彼时老赵坐在家中独自沉默 他的眼神没有了先前的愤怒 而是多了一丝迷茫 直到现在他都想不通 一个好端端的大小伙子 怎么会走上变态的路 其实近年来 这种现象早已非个例 很多像赵建一样的年轻人 不管是男变女还是女变男 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就是面对父母的打击 而究其原因 除了当事人自身的生理变化外 绝大多数都是童年阴影造成的 没有安全感 让他们将精神依托 放在了那些花花绿绿 妖艳暴露的打扮上 为了发现 他们甚至会做出 与道德伦理相悖的举动 当然了 像赵建这样 有梦想敢于坚持的人 同样值得大众鼓励 不能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他 相信终有一天 他会在舞台上 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真的没有人 协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讨论区